哈喽,大家好,我是纸淘老婆的老婆哥,俗话说的好,入对圈子跟对人 老婆哥之前停播了两天,确实手里没东西了 今天老婆哥给大家汇上四件藏品,四件藏品都是非常不错的东西 其中有一件学习品,然后有几件精美的瓷器 我们首先看,这一件学习品它是一个团鹤纹的小碟 我们或者是管它叫小笔舔,或者是叫小碟都可以 然后它的青花发色还是比较蓝艳的,特别是我们团鹤纹,这都是手绘的 并不是像我们后期民国时期,它有印花的 这个是一个手绘的,时代它就是一个清晚期的,咱们不过多介绍了 右光还是比较滋润的,大家看一下这个右光,然后青花发色比较沉稳 胎质,咱们所说的胎质比较干老,这个就是我们一个非常典型的晚清时期的胎 还是比较嫩的,然后品相还是基本不错,没有充现 然后它口言上有两个小碗皮,一处两处小碗皮 这个就不是了,这是摇里带的,后面这也是摇里带的,这都忽略不计的东西 那么喜欢的话就是给大家一个标本的价格,就是138块钱 这个就是给大家上手学习的,其实这个东西如果是全美品的话 应该也是在五六百块钱左右,咱们只有两个小蹭皮 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合适的,按说市场价应该是300块钱左右 就是给大家138就上手学习的,逃来也是给大家上手学习 看看咱们这个团鹤纹,这个手绘的,确实是非常漂亮的 绝对是一个我们上手学习的一件好物件 价钱非常低的,就是属于一个地摊价,因为今天的时间比较晚了 我们就是不是过多的介绍,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是一个晚清明国时期的,这个东西是一个枫叶的一个高脚的一个供牌 为什么说高脚呢?我们看一下,它这底托,底下有个底托比较高一些 这个一般我们会当一个小供牌,或者是过年过节的时候 上面摆一点小点心花生瓜子什么的 这是非常不错的,品级等级比较高的,特别是这种枫叶的题材的 也是非常的漂亮,我们首先看它的外表,这个幼光比较滋润 就是不是我们新东西出来的这种幼光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胎底,胎底略有一点沾沙 也是我们晚清明国时期的这种非常典型的特征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材料,材料它就是属于一个繁红彩 或者我们叫做红彩 然后在我们这个繁红彩的周围是有一点点蛤蜊光的 我们是能看见的,这会能看见 这个边缘,食物要比清晰一些 老胡哥简单介绍一下就可以了 东西放行开门大网的东西 而且做工非常漂亮,比较规整 磁质比较好,我们那个时期的磁质 你看头洗的非常的干净,磁质比较洁 这个小工牌的口径是9.3,高度是5.6 这个寓意又比较好,这个封印题材的 也是当时比较受到市场追捧的一件东西 开门大佬的一件东西 看一下它虽然气负不大 大家也能测光能看出手工的拉皮痕迹 价格也是比较实惠的 喜欢的话咱们就518块 这个也是非常超值的这么一件小物件 虽然个体不大,但是我们能学到很多的东西 特别它又是一个全美品 没有任何磕碰冲线,小艺术都没有,磁质又非常的不错 这个价格是很难逃到的 来我们接着看下一件 这一件就比较精美了,我们看一下 整个印入我们眼帘的它是一个花鸟题材的 形状它是一个圆形的,球形 圆球形 然后它是属于一个盖盒 非常非常精美,非常的漂亮 我们拿下来给大家进去给大家展示一下 首先我们看它这个题材是属于一个姓林春燕的这种题材 画的主要是姓花,姓树 然后上面占了几只燕子 而且会有这种飞翔姿态的 画的也是微妙微笑,比较繁腐一些 整个器物身上的通体都会有我们这种纹饰,非常漂亮 然后底下会有我们这种阴若纹组成的这种底角 而且是一个五角的底角 这是我们阴若纹 我们有时候会在瓷器的口部会看到这种阴若纹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主纹饰 这个主纹饰我们在盖子上会有一只两只 会有两只纯燕 这个是我们的姓树 姓花开的,非常的绽放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里面的瓷器的右光 我们看这个右光了 是吧,也比较老到比较滋润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胎,胎也确实比较干老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胎其实会有这个火势红的 能看见吗,胎油结合出的火势红 这给大家放大一些 我们是不是能看到胎油结合出的火势红 其实这个不是很明显 但是其实我们实物要比这略明显一些 还是非常漂亮的 然后这一块是一个窑里带的 这是拉批的时候就有了 不是后天形成的 影响不是很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右光 特别是给大家反射一下口部上的右光 口部的右光大家看到吗 非常的滋润 实物更好看一些 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我们一个晚清民国时期的 这么一个物件 这种东西确实是很少见 非常少见 看着口口上的这个柚子了吗 确实是非常的漂亮 包括里面反射的右光 开门大老的东西 而且我们这个胎质 看我们这个口部的胎 这个都非常的嫩 这个就是光绪时期的胎 但是给大家包罗到民国 没有任何的争议 东西是属于清晚民国的 而且底下会有一个拍卖的小标签 这个还留着 没有撕掉 东西是非常漂亮 而且个体还是小 个体挺大的 这是一个圆球形 这个口部带有苗巾 还是非常漂亮的 而且我们这个盖子座子 也是比较吻合的 整个东西美感十足 我们拿回去当一个摆件 放在家里寓意又比较好 画的又非常漂亮 比较繁复 价格并不高 喜欢的话 也会给大家一个超低价 东西是基本上属于全美品的 就除了我们口部 这个摇裂以外 这个小摇裂 摇裂带的 外部并不是很显 给大家聚一下胶 外部并不是十分明显 看着给大家聚一下胶 外部没有形成力 就是里面这一点 基本上就是忽略不记 东西是开门大老的 喜欢的话 给大家一个超低价 就是2180块 这个价格在哪 你也讨不得 这绝对是一个超低的 一个减肉价 还是十分难得的 像这么一件东西 精美的物件 市场比较少见的东西 这是绝对是非常难得的 画的是非常的细 我们看一下 这个燕子飞翔的姿态 确实是画的非常的细 非常漂亮 最后来看今天的重器 今天这件重器 个体比较大 这是一个尺寸 非常大的一个大罐子 最后再给大家量 那个尺寸 首先我们看一下 它的主画片 主画片画的是两只公鸡 然后在花丛中 这会有一个假山洞石 花柜 老霍哥曾经说过 少不了牡丹 牡丹是我们花柜的 一个主题 就是大富大贵 它又是王权的象征 然后我们这两只公鸡 它代表着 官上加官 两只公鸡 官上加官 也就是说 寓意非常吉祥 又是大吉大利 东西是绝对的 是一件好东西 寓意非常的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它关键的 难得的 还保存着我们的原配盖 这个配盖 画的也是一只 大大的牡丹花 而且右光 大家看了 反射的右光非常滋润 我们还可以通过右光的侧光 可以看到拉披的痕迹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李台 这个老鹤哥并没有刷洗 这是一个原赃原旧 东西是非常干老的 看了个里面的右光 柚子也是非常滋润 特别是我们 这个材料上的蛤蜊光 大家能看到 这个花卉周围的 这个彩虹般的官运了吗 这个是非常开门的 这个一个蛤蜊光 再给大家近距离的展示一下 能看到的 通通透过屏幕 是能看到我们 这个彩虹般的官运的 东西是一件 开门大佬的一件 满清民国货 就包老到民国 是没有任何争议的 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底 我们看一下这个底台 底修足也是非常的规整 然后足墙又比较高一些 比较厚实一些 胎绝对是非常干老的这个胎 这是一眼开门的货 只要稍微有收藏瓷器知识的藏友 一眼就能看出来 而且底下会有一个底款 底款写的是 我们看一下 底款写的是 江西出品 然后这是罗惠仓 罗惠仓造的这么一件器物 然后底后面会有一个诗句 诗句也给大家简单的解读一下 看看咱们认识的 这写的是洛阳千古门春桑 洛阳千古门春桑 富贵中 什么农艳庄 这是一个什么字 大家能解读一下 富贵中 中什么农艳庄 然后这会写的是江西惠仓 瓷射出品 这个一看是江西惠仓瓷射的 这个是一个当时定烧的 而且是一个我们有名的作坊 这个是出品的一件东西 东西是绝对开门大佬的东西 大家可以放心 包括胎是老的 彩也是老的 有蛤蜊光 老婆哥曾经说过 有蛤蜊光的不一定是真品 没蛤蜊光的也不一定是假货 我们要综合的看 包括这个胎彩绘画 以及它这个拉披痕迹 就是右光 就整个的综合起来 我们就把它定为 这个时代 就是我们一个非常典型的 一个民国时期 上线到清晚 下线的民国 我们可以定一个这个时期 而且关键的好的地 是我们这个字 写的非常规整 而且涓涓秀丽 带着一首诗句 而且会有我们这个提字 还有款识 底下的款识 都是齐全的 特别是这种诗书画印 就是展现在我们晚清明国时期 那个非常典型的那个时期 而且寓意又比较好 大富大贵 或者我们叫富贵锦堂 官商家官 大吉大利 就是把我们这个所有美好的寓意 都聚集在了我们这个罐子上 特别是我们这种画鸡的题材 大家都知道 从我们古代代名成画的鸡钢杯 一直到我们现 现代的这种鸡的题材 一直受到非常大的追捧 特别是到明年 我们又是一个鸡年 这种鸡的题材 就是寓意 一个是寓意非常迹象 再一个确实是画的 有比较丰满 比较漂亮 我们看这个鸡画的非常的舒展 我们不是一般的假货 能所比拟的 我们这种真品的东西 可能人家画家 就是寥寥的很快速的击笔 这个形象 就非常的逼真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而且画的确实是非常的细 非常的开门 最难得的 我们是又带有一个圆盖 圆皮盖 我们那个大的粉彩罐 它的高度达到了23点多 个体非常的巨大了 然后它的镀镜也达到了22点多 在我们罐子当中 可以称得上是大罐了 而且像我们这种粉彩的 保存这么完整的这种大罐 也是非常少见的 特别是我们画机的这种题材 老火哥也是第一次见 这种东西绝对是一个好东西 我们说一下品项 我们盖子是全美品 没有任何的磕碰 飞皮冲线都没有 然后我们这罐身上 基本上就是飞皮没有 任何的飞皮没有 在这会有一个小丛皮 口言这会有一个小丛皮 这小丛皮怎么形成的 可能就是当时古人 这是一个老的丛皮 可能在这受了一下力 然后形成了这个丛皮 基本上有一点影响 影响不大 因为这个丛皮 它并不是没有磕 没有缺肉 然后底部任何的磕碰冲线 没有了 只有我们摇里带的 沾一点纱 这是摇里带的 也是忽略不计的 全身上下 唯一的这么一个小毛病 基本上毛病不是很大 然后我们这个罐子里面 老罐子大家都知道 老罐子里面 其实会有鸡爪 会有那么几个鸡爪 但是它都是不透的 大家看一下 外面是不是 任何的问题没有 它就只是外面 里面的右面 右面有一种冰裂纹 时间长了以后 进点灰 就形成了这个 这个也是 底部的鸡爪也是 它也就是什么老的 右面 有一个小开裂 然后进了点灰 显得比较脏 外面任何的问题没有 老罐子都会有这种问题 如果大家要是介意的话 就买不到这种真品的罐子了 这种东西 常玩的玩家 都会了解清楚 那么今天的视频 老哥就给大家拍照 到这里 喜欢老婆哥的视频 别忘了视频的左下方 帮老婆哥长三秒钟 点一个超级的推荐 没有点关注的朋友 我们去视频的右下方 去点一下关注 老婆哥的东西 都是开门大佬的东西 像这种东西 都是一掩护 都是非常开门的东西 绝对是一个好东西 喜欢的就不要错过 感谢大家收看 陶宝贝 就找老货哥 好宝贝就找老货哥